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文图片称为中国军事网资料图集年7月27日 王继才在冠云开三岛突发疾病去世 终年58岁 他的首岛时长也被永远定额在了32年 据新华社8月6日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王继才同志 先见世纪作者重要指示强调 王继才同志首岛为国32年 有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 在平乏的岗位上书 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化章 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 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夫妻首岛32年开山岛坐落 于江苏冠云县一位港向东 是二海里的黄海海面 面积仅两个足球场大小 作为祖国的东大妈 开山岛在1986年前 曾由济南军区某连队助手 军队撤防后改设民兵哨所 王继才生前正是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 唯一的少人是他的妻子王世花 夫妻两次1986年 其是为开山岛 1986年7月14日早上84时分 这是王继才记录齐登岛的时间 上岛后 王继才每天要面对的是 化石、野草、旧银房 还有蛇、老鼠和蛤蟆 岛上没有带水 也没有电 到了晚上 王继才只能全在银房的角落里 夜不能寐 直到48天后 他的妻子王世花来到岛上 两人抱头痛哭 王世花没能把丈夫劝走 自己反而辞去小学教师的工作 带着行李商道 与王继才相伴 携手走过了32年 在岛上 他们迎来了儿子和女儿的出生 据公开报道着 王继才每天最后一次寻岛结束 睡前都要写下寻岛运记 7月27日 王继才永远的离开了他的家人和朋友 王继才生前的好友回忆 起了他们新周王继才的模样 冠云县叶维岛战业委社区书记王永会说 开山岛距离陆地叶维岛12海里 上世纪80年代 上岛非常不容易 通常需要坐带班的渔船 到达岛上需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到岛还没有港口 以至于船舶无法停靠 也不容易登岛 据网友会回忆 在台风来时 开山岛就成了与时隔绝的孤岛 一次 连续刮了17天大风 岛上的彩活都涌光了 没法做饭 王继才夫妻俩饿得同月眼花 两腿发软 只能把生米用水泡疏后 烙起来干脚 一连强了五天生米 1991年发生的一件事 坚定了王继才首导的决心 去燕卫港海滨社区主任陶明云回忆 当年 一个福建的舌头白天 要把偷渡客藏在岛上的山洞里 晚上才偷渡到韩国 日本去 希望王继才从中提供帮忙 给十万元作为酬佬 王继才断然拒绝 后来 王继才当年对陶明云说 如果放弃首岛 又没有人来首 这个岛就很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据点 从而危害社会 对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准备追凭王继才 为革命烈士长年艰苦的生活条件 以及潮湿的生活环境 给王继才夫妇的健康买下了一话 据王继才 王继才生前经常心口疼 身上有很多食疹 还老是腰童 7月27日 王继才突发疾病据事时 王继才不在岛上 回到县城治疗骨骨头前期坏死症状 当他赶回岛上时 王继才已经是深度昏迷的状态 一家人陷入悲痛之中 十天后 王继才相关云线人物部 递交了继续手岛的申请 考虑王继才年纪健高 身体状态变差 不适合继续手岛 逆骗任王继才 为开沙道命令少所名誉所长 平时不参与职情 关云线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鉴于开沙道喜国防攻势 黄海闲少和战略要地 必须有缘时可开手 根据关云线相关部门的部署 将由线人物部牵头 挑选十名迷兵与备役人员 参与过渡其临时之首 往后将组建少所执行班 转入常态化之首 八月八月 关云线相关部门透露 当地将以兴为民意 向上其申报 追授王继才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并为王继才申请追评为革命烈士 同时 妥善安排好王继才儿女的工作 以便叫顾王世华 在这一篇中心里还顾兴为 恶不可爱